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3月23日正式看线生效 这项基本法23条立法的快速审议全票通过和刑罚加重 让我联想到香港著名时评人陶杰先生在纵身视角的专访中所说 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处处揣摩北京上亿的新官僚制度 这让香港各方面的管控都落手慎重 我们那次对话其实是在谈香港文化产业的起落 而香港面临的问题从各种变化中体现了出来 陶杰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纵身视角的专访 我一直很想听听您作为香港文化的代表人物 怎么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呢 中国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 引进了香港的文化产品 香港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流行歌曲啊 名流明星啊迅速的风靡大陆 那这股潮流差不多延续了15年20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 其实20年是不短的时间 它可能会在几代人的生命当中留下印记 您觉得在那段时间啊 香港文化对中国大陆形成了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些影响是否直到今天还在无形当中发挥着作用 主要是这个邓小平付出1979年啊 马上的对外开放 尤其把深圳建成一个特区 那么朱朱在1979到以后的这个20年一直到迁徙啊 中国大陆整个市场对香港的电影电视剧跟流行曲 这三大文化产业怀着无比的兴趣 那么首先呢是80年代初 中国刚刚由共产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走出来 他们的生活在这个以前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贫乏 甚至受到扭曲的 比方讲男人的形象啊 女人的形象啊 那种无产阶级 那种清教徒的这个阅书跟压迫啦 男女之间不能够有爱情关系啊 只能够对党啊 对毛泽东那种绝对的忠诚啊 男女之间不能有爱啊 最重要共产党宣扬的是恨啊 对阶级敌人的恨啊 对日本人的恨啊 对美国的什么盘战的时候 美军的恨啊 但是一接触到香港英国殖民地 在70年代以后啊 由于这个战后出生的一代 我们香港人到了70年代后期80年代的时候 战后出生的一代从美国英国学了电影电视 而且受到西方流行摇滚乐的那个影响 再加上广东地方的那种民歌小调 就形成了一个再加上台湾来的邓丽君 我们香港啊 广东唱粤语的这些流行曲的歌手 形成一个河流 一个这种一种会序的这个现象 那对于中共来说 它好像一个山洞里漆黑一片 刚刚走出来的一些冻谢的人 哦 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对香港进水楼台的那种吸收 主要是意识形态 因为香港的这个意识形态 完全是代表自由的 电影 电视 流行曲 当然没有什么民主的意思 总之是代表在大陆铁幕以外的 那个自由世界 所以对于那个时候十一的中国人呢 眼睛觉得都发亮 第一次他们发现原来正常的人类的生活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这样的 原来香港有喜剧 喜剧是让人欢乐的 香港人的住的地方虽然很狭小 但是香港人这个社会有人情味的 跟中共几十年毛泽东宣扬那种仇恨啊 斗争啊 阶级意识啊 这种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当时我们香港代表的就是一样 很简单的叫人性 人性是很现实的 而且有美好的一面的 他们接触到人性正常 而且在戏剧 电影 在那个电视剧 在流行音乐的表达 居然是这么丰富多汁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比喻是什么呢 好像哥伦布 他上了新大陆 或者是希腊 以前那个普罗米修士 把天上的火 把它弄下来 然后在人间传播 那种非常巨大的惊喜 跟大开眼界 那个时候是对中国的市场 非常震撼的 我想进一步来探讨一下 香港文化在那个时期啊 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刚才您提到 这也是因为这个 香港文化的精神内核 刚好顺应了80年代 中国的这个叙事的主流 但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还是取决于 香港文化自身的质感 因为其实香港文化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就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特质和规模 应该说是一个文化的高地 所以当中国的闸口放开的时候 水才能够自然的 从高处向低处流动 您觉得这个文化的高地 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鲁迅在27年 访问香港的时候 还有人问他说 香港是不是一个文化的沙漠呢 您觉得香港文化的崛起 得益于什么 香港的文化崛起 就得益于英国殖民地管制 带来的中西两种文化的结合 比方讲香港的这个歌手 像张国荣 他演过这个电影 《阿非正传》 是吧 到今天这个张学友 他唱的这个粤语歌 是吧 还有香港的梅艳芳 他都有一股浓浓的 跟大中原 或者是跟那个江南 苏泽 上海那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就是有香港的殖民地 那个时候 中西混杂 比方讲这个张国荣 他那个形象 又有一点的这个女性化 又非常的西洋 而且也容许把人性的叛逸 把它表达出来 性别方面的模糊 尤其是唱歌 对爱情 对情欲的追求 那种露骨 是吧 那个都是在中国大陆 到今天都追不上的 就香港就代表了文化产业的 某一种的现代性 某一种的modernity 这个现代性对于中国 尤其是大江南北 很多贫穷的省份 那些民工 或者大学生 永远有吸引力的 如果香港的创作自由 能够保持下去 对吧 但是在整个20年 香港很多的歌星 演员 都跑到大陆去合拍 或者是到 争取大陆的市场 那么你人在大陆的乌产下 你就要受到 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的制约 比方讲周星辞 他拍的最好的电影的时候 是在香港制作的这些电影 他跑到大陆 中港合拍了 中外合拍了 这个剧本要送审了 角色的意识形态要正面了 好了 这个又不能拍 那个又不能拍 不然对青少年又不好影响了 那么你这个香港的 文化的产业的自由 这一块 早就在十几年前开始 受到某种的侵蚀了 您觉得香港文化的精神内核 包括抗争精神 因为很多人觉得 香港的文化是一种快餐文化 是物质文化 是强调市井生活 缺乏宏大叙事的文化 这种文化通常会消解 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对政治的关注 但是在香港的现实是 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例子 香港曾经的政治时评 政治讽刺都非常兴旺 您也是其中的翘楚 说明对政治的关注 是融入港人的生活的 那甚至香港从89年 声援中国民主运动 到03年七一大游行 再到雨伞运动 反送中运动 似乎它也曾经是一个 很容易形成集体抗争的 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您觉得这个 跟香港的文化基因 是有关系的吗 因为香港我本来说的 港产片 电视剧 在殖民地时代 香港人不需要关心政治 因为英国的管制 已经替香港人 背上了这个担子 但是到了97年以后 所谓的港人治港 英国人不在了 那变成香港的制度 要直接面对中共 这个影响跟冲击 再加上这个2014年的雨伞 再加上2019年的抗争 我们别忘了 今天香港的流行音乐 或者电影的产品的 主要顾客是年轻人 也就是说 在千禧年前后生下来的人 他们也是全球化之下的人 他们也是社交媒体 什么YouTube抖音的人 那么在整个全球化 这个大趋势之下 不只是香港 泰国 那个缅甸 到处都有抗争 所以抗争是一种 全球化的一种现实主义 在伊朗 在其他的地方 甚至美国 英国 都有一些跟社会 政治现实 直接拉上关系的一种创作 那么香港最近这三年 很多年轻人 创作人员 文艺青年受到很深的创伤 所以他们不拍的这些电影 写的这些曲子 不会在殖民地时代 那个时候 无忧无虑 歌舞升平 直接就要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碰上港版国安法 那当然这也不能唱 那也不能做了 这么有一种气氛之下 这香港的文化 这个即使后来形成 某种的抗争的觉醒的意识 这个跟好莱坞 这几年他自己形成的这个 wow 觉醒的意识 也有意趣同工之处 也是某种的政治化 性别平权 男女平权 种族平等 这些政治的元素 都进入了好莱坞的电影 主题里面 香港也一样 这个是政治 是吧 但是好莱坞没有电影 没有这个政治审查 香港有啊 所以这个你即使 下一代的创作人 有这样表达的愿望 但是现在没办法表达了 你离开香港 这个土俩跑到加拿大 或者是香港 这个英国啊 这个创作不起来 你变成少数 对吧 香港整个的大环境 因为北京加强控制啊 香港的言论自由 被大大的侵蚀 那国安法形成了 某种寒蝉效应 大量的港人 还有外国人士 国际资本在离开香港 还有大量的 中国大陆的人 在进入香港 所以香港的 甚至连人口结构 都在发生一种变化 您觉得这个 对于香港的文化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香港 即使现在有了一些 新的创作元素 但是它是不是 也很难恢复到 一个文化产业 作为一个产业的 这种集体的力量了呢 是啊 这个很难了 因为这个制度不同了 整个环境也不一样了 是吧 因为香港的电影审查 戏剧的审查 越来越严厉了 好像最近有一个 西方的 这个现代的话剧 这个中文翻译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这个话剧 明明在20年前 在北京是可以上演的 但是同一个剧本 变成广东话 今天在香港 就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演 是吧 因为这个就显示了 香港特区政府 它自我的审查 对于北京 上亿的揣摩 他自己是自作多情的 而且是过度解读的 这一点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连南华早报 一位前总编辑王尚伟 他是来自中国大陆 东北的 一位派到香港 南华早报的一位新闻的干部 最近他接受刘慧清 这个采访也是这么说 香港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 他们是胡乱的揣摩北京主人的意思 他以为不断向中国靠拢 还不知道 其实一国两制 本来就是想让香港发挥 那我不知道王尚伟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能敢发表这个言论 但这个意思就是说 批判了香港 现在当前这个特区警察政府 他不懂得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 对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打击都是落手慎重 那么搞成了 这香港的文化产业 现在也奄奄一起 您刚才提到 港府是在望自的揣测北京的意思 这个是不是 也是外界对于习近平 有点过于乐观了 他没有太具体的指示 我想他需要他 伤脑筋的事情太多了 对于香港 我看是若干年前 三年前他就给了一个 粗略的大方向 比如一定要搞好国安法 一定要把香港的 反政府的分子一网打尽 除恶勿尽 那么以后怎么样呢 他又不讲了 到最近忽然想起来了 这香港还是要成为 一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但是怎么恢复呢 那么习近平他老人家 我相信一个脑袋 装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是吧 而且香港的这个金融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 是这个里头 这个细节是怎么运作的呢 那么最高的人物 也不可能完全了解 所以当中出现了一个 上亿沟通的一个断层 再加上其他阶层 很多官员躺平 然后呢 最底层的香港的 特区警察政府 就非常积极的去揣摩 包括他们的电检处 包括他们这个文化局 对不对 所以中间呢 并没有人发出什么具体指示 你这个不能演 那个能演 这个片子能上 那个不能上 那只有靠最下面的官僚啊 去自己去揣摩 是吧 所以形成一种香港现在 进入一个揣摩上意的 新官僚制度 那么有这种官僚制度 香港是没有文化产业的 因为英国殖民地区时代 没有这种现象的 是吧 那个时候是百花齐放的 现在这些条件 全部都不具备了 香港的角色慢慢消退 因为香港也有港版国安法了 慢慢有23条了 香港人都不敢讲话了 香港的戏剧 慢慢就没有讽刺了 香港的警匪片 也因为这个港版国安法 警察势力的抬头 香港现在特区政府 是个警察政府 警察当权就不许你啊 在以前的香港非常著名 这个骗种叫警匪片里头 对警察有任何的负面的 那种压抑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这个电影投资 电视剧投资很大 万一弄出来警察 说受到冒犯 我不喜欢你 把我们描绘成那个角色 怎么办呢 那所有的投资就打水漂了 所以慢慢就形成一个自我审查的制度 那么自我审查港产的电影 电视剧 再加上流行音乐 很多大明星都不在了 当然现在就慢慢没了 是吧 香港由于港版国安法 有一把刀在前面 没有人会创作的 是吧 因为你创作还是要 有涉及这个资金成本的 老板不投资 而且创作人看的市场的中产阶级 纷纷移民离开香港 到加拿大到英国 也没有市场 所以这个香港文化可以说 是暂时 至少是阶段性的结束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也面临了一些 比如说新的媒体形势 包括世界格局 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那港人在经历了 比如说身份的迷失 寻找 重新发现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 更深刻的文化元素出来 怎么看 什么港人的身份 或者这种流离失态 这种毕竟不是大众的题材 是少数知识分子 在自己舔伤口的人文的题材 是吧 那么你这种文化产业 当然是由知识分子 文艺家在上面创作 但是也要面临一个大众市场 这个认寿的问题 那么这方面就涉及到 香港的文化创作人 有没有这个技巧 在那么重大的挑战之下 能够产生能败做的作品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 点击率高的 这种短片啊 记录片啊 或者是音乐 所以这当然也涉及了 香港这一代文化创作人的 水平的问题 是吧 因为这就另一个问题了 像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创作了38个剧本的时候 也有很大的政治压力 也有罗马天主教 跟新教之间的政治斗争 也有很严格的政治审查 因为英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 他是不许任何罗马天主教的意识 在戏剧里头名牙的 但是莎士比亚 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 也写得出伟大的作品 是吧 那现在香港的环境是类似 当然还要受到全球化这个采乐的制约 受到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那种重金砸下去 垄断市场的那种压力 是吧 所以现在香港的这种电影 电视啊 流行音乐 要打开一条出路是不容易的 而且在亚洲还有其他的竞争者 例如韩国 甚至台湾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方面来看 香港啊 暂时看不出有任何 觉得令人乐观的理由 这其实也涉及到香港人 现在还有没有那个精气神了 因为外界现在在讨论 就是香港是不是 在这种压力之下 已经变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城市 您怎么看 是 慢慢会驯服的 因为文化创业是要观众的 要有市场的 如果观众跟市场慢慢玩这个抖音 或者是像加拿大利亚西那种 美国西西这个芬太尼 或者他们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不能集中 或者他们的沉迷在这个什么自拍 这种什么社交群组 那种非常狭隘的自恋的 这个意识世界里头 那你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 何况像伊朗电影一样 能够得到世界市场的这个欣赏跟同情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 也不能够完全说中共的政治审查 政治压力 文化人自身的这么一个创商 妨碍了他们对整个市场计算 当然你现在这几年也有些小本经营的香港电影 但是那个主要是政治意识很重的 你不能拍每一部都是这样 尤其是不能够直接表达 不必直接表达 你可以含蓄表达 含蓄表达的那个能力像莎士比亚 这个历史剧 那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呢 这是另一回事 您刚才提到说香港文化冲入中国大陆 其实是让很多大陆的民众眼睛被打开了 那香港的这种对于人性的追求 其实也是对于中共所宣传的党性的一种冲击 那对于民众来说 眼睛打开了之后 你再让它闭上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政治上的大倒退 一个大的回归 但是这一代人已经是在香港文化当中 长大的这一代人 成为了中国的这个主力人群之后 您觉得这个政治倒退 是不是会有这种从民间的这种抵抗的力量 政治倒退呢 可以在经济上用行政的行为 比方讲把这个房地产市场给砸掉了 金融股票又有人为的意志管起来了 好了 那么这个文化的创业 也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了 要用某某某某某人或者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了 但是中国已经有整整的一代人 已经门打开了 去过美国了 看过好莱坞电影了 甚至他们在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了 有他们自己的导演的冯小刚 这个江文 张艺谋 他们后来的电影的视觉 跟意识 跟那个主题 人文的主题 都比香港人的电影跟电视剧深刻了 就是说到了千禧年以后 中国的电影 或者中国的流行曲 或者他们在那个主办的演唱会 由于他们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 他们也有自己的留学生 他们在制作方面 把香港已经给甩下去 就是说 忽然你们要打 他们要把中国的门重新关上 那就不是说1948年 那个上海的电影 你把它给弄掉 然后过渡到 由清耶色的 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电影 这个是简单了 是吧 那么所以他们现在要往回走 我们看最痛苦的 就是从事文化产业的 包括电影导演 包括这个电视剧的制作 因为这平台已经搭起来了 市场有了 全国有几千家这个戏院了 都已经走向市场了 都已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结构 你再把它整部 整手的这个大船 把它挽回开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今天弄的不三不四 变成有很多戏院这个平台 也有很多电视台的频道 但是比起20年前 1700年前后 越来越没有像样的货 放得上那个架子上面 今天中国在关门倒退 香港的自己也在凋谢 就恶臣的一个 富富并不得正 富富只得到更大的富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真空 甚至是窗白的真空 甚至已经是一个黑洞 你看这几年好莱坞 这个最佳电影 奥斯卡的入选的电影的名单 已经没有华语电影 是吧 中国这些年一直试图在搞文化输出 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 但是世界看到的是你的文化 甚至走不到香港 这个对于北京的全球叙事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你这个文化要输出世界 首先有吸引人之处 首先你要表达出人性 你这种党性跟这种民族仇恨 充满了 灌得满满的所谓的作品 实际上是产品 是拿不出去的 譬如你这长津湖这种电影 我就算你中共通过了王健林 把全美国的AMC都买下来了 你这个长津湖这个电影 是不可能在美国取代 这个Town Cruz的职业特工队 形成最卖座的电影 是吧 十几年前他跨下海海口 我把美国的AMC电影 远线拿下来 以后我们的华语片 国产片就可以成为美国的主流 这是做梦吧 是吧 因为那里面有少了什么 人性的东西 美国的电影虽然有的这些政治正确 但是他们人家可以讲女权 可以讲这个同性恋 可以讲这个黑人 在这个种族压迫之下的抗争 可以有电影 有电视剧去描绘白宫里头的 勾心斗角 直排屋 是不是 也可以讲这个艾滋病 也可以啊 这个我们看这个Netflix里头啊 有很多那种历史的纪录片 是吧 有很多现在揭发 比方说人口贩卖啊 甚至美国里头的一些黑幕啊 这些是吧 人家有创作自由 没有你这个审查的制度 虽然它里头也有某种的 这种自我觉醒啊 什么要进步啊 什么这种东西 但是它制度上毕竟没有一个党官在上面 白宫里头没有一个电影审查局 按照拜登或者美国总统的意思 不准上这个 不准上那个 人家还是市场导向 所以呢 你在这种竞争之下 你中国的产品是拿不出去的 对不起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做现代性 就是这涉及到文明跟文化的关系 你如果在文明的曲线不占据高位的话 其实你的这个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吸引力的 是啊 因为中国自从洋物运动以来 就误以为现代化就是物质的现代化 直到共产党到邓小平的时候 他那个现代化叫modernization 具体表现在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要有这个芯片啊 要有拖拉机啊 要有火箭 他是绝对拒绝心灵的现代化 人文的现代化 法律的现代化 然后呢 就是把人的创意释放出来的 像英国在17世纪 自从这个文艺复兴跟牛顿以后 那种的现代化的环境 中国是没有的 自从1919年是五四运动以后 都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呢 这不可能有拿得出世界上能竞争 能感动人的文化产业的作品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啊 在中国大陆又刮起了一股复古港风 人们开始怀念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 您觉得当中国大陆人在怀念 那个时候的香港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在怀念什么 是不是也是中国的民众 在中国政治这个经济现状之下的 一种情感投射 中国的当然是一种这种人性啊 对于90年代 那个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的市场改革开放那种怀念啊 是不是啊 当然中国的市场你也抹不通啊 中国人是个人格分裂的双面民族啊 同时他也有些小粉红啊 也有战狼啊 是不是啊 他们这些战狼啊 小粉红跑到伦敦 听见人家英国的钢琴师 在自由创作的时候 他就跑去干预啊 是不是啊 所以中国人这个到底 包括现在年轻人到底才想要什么 那有的人呢 你说喜欢看那个什么繁华 当然是怀念上海92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啊 可以自由穿衣服 可以自由做生意 可以向银行借贷 但现在这个美梦 你自己把自己摧毁了吧 所以看那个王家卫的繁华 当然有很多人的批评 但看见那个画面 里面那种非常刻意的那种 那种营造构想出来的美学 还有旧上海跟香港殖民地时代的风格 是一种感性的一种投射跟释放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上海是一个基地 北方黄河又是一个极左的基地 是吧 那么到底那么香港下一代 到底你自己要想看什么 但是我相信总的趋势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性 如果你有一个压制人性的制度 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 感动人的这个文化创意的产品 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大陆的民众 他们的意识选择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这个也让我想更宽泛的来谈一谈 这个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因为这几年呢 香港一个普遍的共识 就是香港再也不是过去的香港了 那当然很多的港人 还有国际社会对此有唏嘘 有愤怒 但是有很多大陆的民众 对此的反应是 那又怎样呢 香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这只不过是让一些 曾经很有优越感的港人 觉得失落而已 这个对于大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听听您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在基层 这些中国人呢 他们也许不会意识这么深刻 或者甚至有一种 嫉妒幸灾乐祸的倾向 因为我们过了这么一点 这么久的苦日子 你们香港人长期在英国殖民地的保护之下 赤香喝辣 可以拥有出国的自由 可以赚大钱 可以有你们的李嘉诚 是吧 凭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好日子过 就你们香港能够独善其身呢 这是一种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劣根性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头 曾经有很深刻的描述 所以到底现在李嘉诚的问题也很有意思 到底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 你是否还需要以前香港为代表的那种自由叛逆 那种警察的在荧幕上是可以是负变形象的 那种的文化产品呢 还是你觉得现在不必追求什么精神的食粮 只要能吃够吃就够了 所以最终还是在2024年 由这些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自己问自己 你到底想什么 你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你觉得活在这样的制度 这样的环境 一切如常无所谓 是吧 即使是外资撤走了 即使港产片慢慢没有了 即使中港合拍的电影越来越不好看了 那么你们自己去看你们自己的电影 那么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 那种欣赏的水准也慢慢的倒退 那么但是人家在西方 人家的电影或者是这个文艺的创作 有不同的突破 虽然它有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那么中国跟世界 尤其是西方啊 在这一方面的 尤其包括韩国啊 日本呢 那个距离慢慢就拉大了 是吧 中国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个不需要 我们只要能三顿饭吃饱肚子就够了 那就够了 这是所谓的工业 是吧 无所谓 对不对 反正如果有本事的电影创作人 或者是文创 那些专裁能够在美国啊 也可以生存 像赵婷 像李安 像马友友 是吧 像法国的话叫赵无极 离开中国 一样可以生存 没问题 刚才您提到的是 中国的普通的民众 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您觉得习近平 有没有想清楚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于北京来说 他们还需要一个曾经的东方明珠的香港 从经济和政治的不同角度上来看 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问题 包括那9000万党员 现在13亿的中国人 我想他们自己也在猜想 他们现在最新的这位统治者 到底想要什么 忽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 是吧 我想各个人都口瞪孤哉 对不对 那么香港又被你自己捏死了 你以为说什么香港 还是要联系什么世界 什么要背靠祖国 现在你自己要主张内卷 要跟美国脱钩 这个芯片 什么这些电动汽车 慢慢连这些经济工业的产业都要断掉 何况是这种以美国为首的有带有浓重西方价值观特征的那种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创作产品 你不需要吗 是吧 那位最高的领导人不需要吗 是吧 甚至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够了吗 香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一国两制你从来没有权利在真正我们自己的手里 他现在的想法改变了 改变了他认为没有香港中国也可以繁荣啊 他最近交出来的这个上海股市啊 什么中国房地产啊 那张成级表 那张成级表啊 又不怎么样了 是吧 所以忽然今天 在湖南又说要解放思想啊 但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 啊 就是说 啊 不需要有太多的自由啊 是吧 所以这就不需要太多的自由 那又怎么又算什么 解放呢 所以是中国人 他们自己陷入的一种 自我矛盾到 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解释的 一种空前模幻色彩的 一种荒谬的景点 非常感谢陶杰先生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观察和思考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